大家好,我是王洪源 我今天來看果頭爆米花劇場的 純屬張愛玲個人意見 然後這一齣戲非常有趣 因為我很少在劇場裡面看到探討時尚的戲 所以其實在 然後其實我對張愛玲也不是這麼的了解 但是看了這齣戲之後呢 就是學習到了一些關於時尚的東西 然後我對裡面的文字覺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的台詞會讓我聯想到很多很多的東西 然後其實我自己也是每一次各大典禮的時候 都會去看個人意見講出來的很犀利的那些話 然後今天他被就是我 就是這批很優秀的演員講出來之後 我覺得那個感覺又更好玩 然後他有更多的意思 然後有諷刺 然後也會讓我去想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推薦大家來看這齣戲 然後會很輕鬆很開心 謝謝